大家好,我是惠惠,面条别总是煮着吃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新吃法 我在一周吃5次,一起来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个包菜,用擀面杖敲一敲 这样包菜的组织会松散一些 然后把包菜对半切开,再将包菜的硬芯去掉不要 然后改刀,把包菜切成条 这里不需要切得太细,那样口感会不好 把切好的包菜放到清水中,再加入一勺食用盐 把包菜抓洗一下,然后浸泡15分钟 再准备一个洗干净的西红柿,从中间切开 切掉根地不要,再把西红柿改刀切成小块 将切好的西红柿装入盘里备用 准备一块瘦肉,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也放入盘里,用流动的清水,把包菜清洗一下 然后放到一旁备用 把面条放到大碗里,倒入适量的油 用筷子搅拌均匀 然后放入蒸屉上,均匀的铺开 水开之后,上锅蒸3-5分钟 拎起锅,加入食用油,倒入猪肉 翻炒至变色,倒入适量的料酒去腥 再倒入葱姜蒜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,倒入切好的西红柿,翻拌均匀 然后转成小火,调个味儿 倒入适量的生抽,老抽,食用盐 翻拌均匀 然后再倒入包菜,继续翻炒均匀 这会儿面条也蒸好了,用筷子抖散 然后放到包菜上面 盖上盖子,开小火焖5分钟左右 时间到打开盖子看一下 哇,好香啊 用筷子翻拌均匀 拌匀之后,就可以装入盘里,美美的享用了 哇,这也太香了吧 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这样做的焖面,咸香入味,特别的好吃 每天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,可以试试这道包菜焖面 保证不会让您失望,最反也是非常简单 厨房小白,也能轻松搞定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收藏